大家好,我是开水 张哲瀚已经在娱乐圈查无此人了 国内各大平台都封禁了他的账号 多个代言也没有了 电影电视也完了 这下要赔多少钱啊 而且受到张哲瀚事件的影响 有两位明星也受到了牵连 一是他的老板赵薇 最新的信息啊 赵薇已经没有了ELE封面 而他的社交平台也是被网友攻陷的 张哲瀚出事后 老板赵薇还没有对此事做任何的表态 再加上以前赵薇也有相似的风波 2001年赵薇在时装杂志中 披上了日本军旗照拍照 此事被曝光后 引燃了大众的怒火 他多次公开道歉 祈求大众原谅 随后走入了事业的低谷 2016年赵薇指导电影《没有别的爱》 用了日本演员水源希子 而水源希子曾经点赞了辱华的照片 也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赵薇随后公开澄清 水源希子没有参演此电影 但是剧组人员透露水源希子参与了电影的拍摄 只是后期删除了 而第三次就是张哲瀚事件了 他一直不表态 现在杂志也被撤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杂志是不会随意换人的 可能也是看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而另一个明星就是龚俊了 两人一起在三合令中大火 如今张哲瀚出事 名字已经在三合令中除名 在三合令播完后的一段时间 肉度不减 演唱会上更是大方的傻糖 还有他们的CP粉丝浪浪丁 把两人绑在一起 如果张哲瀚出事 粉丝也是要求龚俊出来挺张哲瀚的 说兄弟就应该共换烂 因为之前三合令就是一部双蓝主剧 再加上两人关系在拍戏时 拍完戏后都给人不错的感觉 现在张哲瀚出事 龚俊应当挺身而出 龚俊的最新一条微博 是代言的产品 而CP粉在这条微博中喊道 张哲瀚都这样了 你还要心事接广告 两人只是同事关系 几个月前已经结绑了 大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们追的是剧 不要把真人给捆绑上 他们有各自的生活 拍戏也只是工作 把感情放在真人身上 那就是自己骗自己 张哲瀚是上了日本的热搜 日本网友让张哲瀚去日本发展 激怒了很多国内的网友 网友留言说 张哲瀚能去日本发展 改名字叫张本哲瀚吧 这下有国际影响力了 本来之前看到信息 张哲瀚要去沈阳 网友猜测是不是去918历史博物馆 反省反省 但是今天暂点透露 下午4点了 张哲瀚突然没有上飞机 突然改变了行程 去了其他地方 有网友说张哲瀚根本没有前往机场 随后有网友打电话给918历史博物馆 问了 是否张哲瀚要去博物馆参观 对方的回应是不方便透露 并强调博物馆现在闭馆 只开放了一个展 我认为你能够包起来 你有什么 好玩